大家好,我是雀,每次開始看《想見你》的時候,都會被他的片頭給打動 《想見你》的片頭大概就是分三個層次 以這一集第六集為例,一開始是莫俊傑展現她讀純宇的功力,還蠻了不得的 她搭配張俊宇的歌,拍得還蠻有FU的 第二集還可以看出莫俊傑對於陳韻如的感情,有深化內化進去的部分 緊接著片頭的MV,每次看我都覺得可以被擊中 因為柯佳燕跟許光安拍得非常唯美,要看一百次都可以啦 而且她每一集的開頭,都有作家不朽創作的旅路小卡作開場 例如說這一集的開場就是在想念的時候,就把溫柔的字儀都用完了 嗯,想念一個人的時候也是我最溫柔的時候沒錯 劇情方面,第六集前面聚焦在陳韻如她的家庭的感情營造部分 中間一樣有酸甜的戀愛戲碼 一直會延續到最後面 一開始,顏義文是演的媽媽,就跟女兒講 你跟弟弟都一樣重要,媽媽哪一個都不會丟下 好好哭,很好哭 顏義文就是有這個本事,上一秒讓你哭,下一秒又讓你笑 而且她有一種社會寫實重男輕女的議題也被帶入了 她不會讓人感覺沉重啦,但是大賀那句話台詞也是蠻帥的 就是她說,我知道爸媽媽一向都重男輕女 而且你會討厭我也是正常的,反正我也沒有很喜歡你 倒進手足的嫌隙,來自於社會的肉欺 然後想一隻在討論爸媽的工作,那種無貴賤 媽媽的工作丟不丟臉,那句話也蠻帥的 當然就是知道什麼事情比較重要,什麼事情比較不重要 重要是什麼呢?是家人,不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呢?是職業的貴賤 總之,經濟還蠻多的,而且演藝物的哭戲真的很動人 天下媽媽辛苦做牛做馬 為的不就是要跟家人一起簡簡單單的吃一頓早餐,好嗎? 《想見你》這集比較好笑的是還致敬古厚宅情藝片之紅心十三妹的意象 柯佳麟他演出山寨版的十三妹,就是安平十三妹 我覺得真的是蠻難為他的 不過他這個地方也是有摔到 就是施展另類的,女生壁咚打牆壁 這種性別翻轉的示範 也是一直有道來,一直有道 然後這一集大家一起去吃冰 黃宜萱就跟李子維說,你一個男生怎麼那麼愛吃甜的啊? 然後李子維就放大覺得說 我媽跟我說,愛吃甜的男生疼老婆 齁齁齁齁,好像是真的吼 不過這次許光要去台南拍戲吃了一堆台南美食 我們其實有時候很常被著施博魚去晃晃 如果是只有他們的喜,那我們另外幾個人就可能會出去吃個飯 我要吃幹嘛? 因為拍戲很辛苦,會想要吃一些好吃的 可是台南東西很甜耶,OK? 欸我很喜歡,超級喜歡 我喜歡吃甜的 但是真的,就是連便當都很吃 真的 不就醬油 就是你連買 沒有沒有,是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好,沒關係 他好像講錯話 差一點 沒有,我只是覺得台南的口味就是比較,比較親近人 比較親近人 立香生哥的台南美食 牛肉湯啊 牛肉湯非常好吃 因為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去吃冰 我是真的是第一次去台南,去做下來吃冰 然後,真的覺得台南好吃 這次是跟誰? 四國語啊 我去吃了一家夜市的飯 夜市還好吧 其實我覺得台南 就隨便亂吃 還有那個蝦捲飯 蝦捲飯 好好吃喔 其實 因為其實我 我是不吃炸的 對,讓我忍不住偷吃一個 這樣 你不吃炸的是因為身為演員的專業的經驗 不要這樣講啊 這是屬於我個人的習慣 有一天說不定我也會拍子瘋狂吃炸雞啊 我是平常是能不吃就不吃 當然如果因為有時候拍戲的地方 你能賣便當圓那樣 一定都會有炸的 那當然會吃 就是 假設如果你今天去吃 那你點了 就是一個 它上來就是一個炸 那你還是得吃掉 就是 不要浪費 台南有什麼 很想要再去吃的東西 好多喔 太多了 太多了 還有 炒泡麵啊 炒泡麵是 不是 我跟你講真的 台南當然 你說的就是一些美食 那當然是真的很好吃 但是他們就是好吃到你連 就是一個炒泡麵 它就是一個家的蛋 但它的味道都是比較 很台南的味道 就我說不出來就是比較好吃 所以我本來 因為就是因為你拍戲 然後也有愛 你在那個地方應該已經 人生了一部分 對 其實那時候有點像是第二個家的感覺 對我過年的時候應該要回去了 對 你是台南人嗎 我不是啦 過年回去 對我不是啦 真的很念念不忘喔 而且看許光剛剛吃白糖粿的樣子 在這一集也會好想要趕快來一份白糖粿 好啊 另外就是剛剛有講到 第六集可以看出莫俊傑 他對陳韻如的感情 有深化進去的一些更深刻的描繪 主要是課本塗鴉事件說 他知道當下 他就知道說 陳韻如 不是陳韻如了 可是他還是莫不作聲 然後懷疑放行李 真的是暖男 暖男 一個課後補習 然後就看到李子維跟班長 在那邊畫圈圈吃素 原來《想見你》根本不是三角戀 是四角戀 總之這一集 《想見你》的李子維跟黃雨萱 在某個程度上很physical的相遇 他跟黃雨萱小女孩 描述自己喜歡的女生的樣子 就成了小女孩黃雨萱人生的努力目標 這劇本好耶 敬佩 respect 三課加成不到一百分耶 媽 妳數學比我還爛 這三課加起來名就一百 你 妳還頂嘴啊 欸 玉如回來了 學校成績單 要家長簽名 考得怎麼樣 第幾名 哇 考得比我還爛耶 媽 妳要把他打死對不對 媽 不打 媽媽特地都來不及 媽媽不打妳 摔壞腦子啊 我們需要時間復原 我知道 妳能 妳能考這樣 媽媽已經覺得妳很努力了 如果有一天 我會喜歡上一個女生 那她應該是那種個性很開朗 很獨立 很有自己想法的女生 就是想見你第六集 也是一個很關鍵的一集 黃雨萱發現李子維跟王全聖 相似點太多了太多了 他們講過一樣的話 然後愛吃甜 連拒絕女生告白的說法都一樣 應該是同一個人吧 應該是吧 可是這樣的話 又同時在這一集 表明了陳韻如跟黃雨萱 不是同樣的一個人 兩個人 因為他們在同一個時空中 黃雨萱跟陳韻如同時出現了 聰明的觀眾 妳應該差不多可以 這次說我把謎題解開了吧 然後這一集 還有男女主角 在公眾時代最唯美的一場 李唐的戲 彈鋼琴 然後很經典的畫面 經典場還有下雨的戲 那場戲裡面 李子維超A的 他直接發現說 他明白自己的真感情之後 他直接對他的兄弟告白 天啊!可以直接跳過聖誕節嗎? 還要等七天才看到第七集 真的是太久了好嗎? 李子維跟黃雨萱 請你們馬上談戀愛 第七集還有 許光阿為愛情失眠 起船畫畫的戲嗎? 欸!許光阿你不是說齁? 好看的故事真的有趣 不管他的問題 對 不管他的趣事心事 對 不然就是 想像力 你自己想像力要豐富一點 啊 我是會想蠻多的事情 但是我好像 我也不知道是自己自己想像力豐富 因為感覺想像力豐富的人 如果去畫畫 我把畫超爛 哈哈好啦 演戲就是又成為另外一個不同的自己 很棒 我們下一集見 繼續看念影最近講了好多劇喔 沒辦法現在就是劇越拍越好 有些都一定還要好看 總之影音相關的都是 算是我的防守範圍吧 歡迎一起留言討論跟按讚訂閱 加點小鈴鐺喔 下次見 掰